这是一档提醒我们 有事没事别去理发店的综艺 国内首档托尼综艺中 尤海孤威硕是学历的发型师 也有培养了万名学员的发型名师 出场就让同场选手起立鼓掌 大师 如果我输的话肯定很吓得 而大师理发QG有多强 在素人改造的第一轮淘汰赛中 大师廖伟智选择了修饰脸型的赛道 而他改造的素人 是想缩小脸型的一学生 你的脸型金不是大 你明明有焦点 你的焦点就放在你的五官上面就好了 最终他改造出的效果则是这样的 其他评委看了都觉得非常成功 这个before and after 我觉得是成功的 但评委一亿当场就忍不住 我就先在美宝老师前面冒犯一下了 好不好 我失去的对他五官的一个聚焦 我整个全部都在他一个 像头盔一样的发型上面 而与大师廖伟智同在到PK的 他有从业16年的发型师徐文 他有改造的素人妹妹颧骨较高 改造出来的发型效果 则是让评委们集体疑惑 他是戴了一个假发 我也是觉得 而且他的刘海 就那三根就有一点太刻意了 而另一位选手可乐店长 要改造的素人妹妹 发际线偏高 头顶点 因此他帮素人妹妹改了这样的短发 结果评委老师集体吐槽 这个发型让我看到是有一点年纪 你用说的意思吗 你做到了一个僧灵 她姐姐 她的姐姐是应该可以留这个发型 而最终获得大众评委高分的是 大师廖伟这个素人改造 因此这赛道只有他晋级20强 所以你觉得哪个扑你老师 改造才是有效的呢 下期更离谱的来了